这个真的是蒙羞 真的让一群黑衣人进去砸毁电脑 还可以扬长而去 最后还双方握手言和 哪有这种事情 那以后呢 是不是黑道都可以去 这个警察局随便开枪呢 所以这个警察的公权力 完全荡然无存 那请教我们的民进党 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对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是不是有互相 集体包庇的情况呢 这群黑衣人跟这个 所谓的中轮派出所 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帮他们暗戴呢 如果这个黑衣人 跑到派出所里面去 然后这么在那边叫嚣啊 砸毁东西 然后就可以走了 然后没有事的话 以后我们警局就全部关门啦 我们要警局干嘛 我告诉你 所有的警察局 都应该是保护人民的 这一群人跟这个教官 发生争执之后 到我们的派出所 到衙门里面去打官呢 这件事情谁可以接受啊 重点是说 这个为什么 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居然会去把他的档案删除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接受 一直到今天 其实没有一个讲法 这胆子很大耶 是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其实不是一个新任所长 新任的所长 他不是菜鸟所长 他其实已经是第三个所了 所以他非常知道 这个状况 那这个所长 为什么会做这一件事情 现在他被拔官了 可是有很多的基层同仁 其实开始有 有在帮他讲 他觉得他其实是 这个 就是被 被拿出来这个记起的 他就是最后的 就我所知道 16号凌晨2点发生的时候 其实如果是一般原警 一定把这些人马上压制 一定把黑衣人压制 为什么没有马上压制 听说 当下 是有人到派出所去关心的 那今天影片被公布了 但这个派出 这个警察局的局长 并没有把这个影片公布 给大家知道 算是谁去关说吗 所以到底 我现在所收到的消息 16号凌晨2点 是不是有人到的中轮派出所 去关切这件事情 所以才有一连串 判案接下来荒谬的演出 包含档案删除 包含说谎 包含找了这个 这个当事人来跟这个教官握手言和 然后在议会说谎 在市长 而且重点是市长居然不生气 柯文哲最爱生气 而且柯文哲最爱生陈家昌的气 陈家昌之前为了文一文二 我选区的文一文二 要不要合并的事情 把陈家昌臭骂一顿 陈家昌拿出说 我告诉 报告这个市长 这个我们地方选区的议员都反对 我们有一个议员 减书培收集很多资料 市长把他臭骂一顿 说你拿减书培的资料 要来要来要来告诉我 他最最气陈家昌的事情 他居然在这一件事情 只有轻轻 一派轻松 对好像好像局会人 好像局会人说 我早就知道他说谎 你觉得你这样讲 你就没有督导失职吗 而且从这一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刚刚这个民喻姐有讲 其实是基层远警看不过去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说 有这样子的人 到了警察局做这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人 那未来我们要怎么执法 我比较好奇 那黑衣人到底是不是大有来头 为什么可以有人出来帮他讲话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但今天陈家昌陈局长 居然在议会 搭询议员的时候 还说 因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是 他们好像有一些帮派背景 但局长还是说 没有掌握 那到底在隐瞒什么 从局长到市长 市长的不生气 让我很讶异 而且这个明显 就是你知道分局 派出所的所长 都已灭证 然后被移送法办 柯文哲居然还讲说 这件事情不是说谎 那什么是说谎呢 对那市长为什么不生气 到底当天16号凌晨2点 发生什么事情 对这个所长 是自己去把档案删除 想要让这件事情 忽忽的 没发生 还是有人因为有压力 到了现场 导致局长 指派分局长 让所长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 那我觉得 所长就真的太懂了